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华尔街 我是主播黄仁杰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传爱奇艺将收购糯米饮业 股价飙涨市值超过155亿美元 三星将出售行动处理器 给中国手机厂商 中芯通讯也名列其中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重获金融巨额支持 索罗斯Q1购入 3500万美元可转债 中国首持美贷创新新高 累计增持达到1265亿美元 接着带您看今天的亚洲股市 日经225指数受到 朝鲜半岛两韩高层峰会 取消影响 开在22818.02点 中厂收22726.09 下跌91.93点或0.4% 三菱金融拟斥赤51日元 回购0.76%的股份 股价回升超过1% 日本显示器上升2.05% 公司第四季亏损22.9亿 较市场预期差 台股今日受到金正恩 恐将中断与川普会谈 美股及雅股走跌的影响 指数一度占上10900点但随后失守 指数最后在最后一档 由黑翻红小涨22.84点 以10897.57点作收 仍利首五日限之上 成交值达1376.43亿台币 澳洲股市今日高见6228点 上涨9点或0.15% 以6208点作收 首尔综合指数升1点或0.05% 收盘报2459点 高见2465点 香港恒生指数今日以下跌作收 开盘31014.72点 报31079.75点 下跌72.28点或0.23% 深圳城址全日跌0.43% 以10701点作收 接下来带您看到今天的财经热化 两行高层会谈取消 与美债值利率升 影响雅股受挫 朝鲜取消与韩国的会谈 对6月即将展开的川金会投下变数 美国10年期公债值利率攀升至7年新高 华尔街股市气氛受挫 连带影响亚洲股市今天早盘下跌 朝鲜谴责美国与韩国军事演习 宣布取消两行高层会谈 打破朝鲜半岛数个月来紧张 趋势舒缓的局面 而美国强劲零售和工厂数据 推升美国10年期公债值利率 突破重要关卡自3.095 达到2011年7月以来新高 由于投资人担心美债值利率上升 将减损股价股值 美股受到影响 雅股早盘日经225指数下跌0.4% 韩国指数KOSPI指数下挫0.4% 澳股S&P ASX200指数小涨0.1% 纽西兰股市NZX50指数下滑1.4% 未受贸易战影响 中国4月经济指数走红 尽管中美关系正笼罩在贸易战的阴影之下 中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 中国经济没有受到贸易战太大的影响 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处于低通膨水准 只有1.8% 中国政府又计划大幅降低进口民生用品关税 渴望提升消费者生活水准 其次低失业率也可以看出 中国正智力加强充分就业 让民众有饭吃 从今年前4月的消费总额来看 高达11.88兆人民币 年增利率保持成长9.4%的水准 4月工业产出年增7% 比上个月增加1个百分点 在投资方面 今年前4月中国固定投资规模达15.43兆人民币 年增7% 成长率却比3月掉了0.5%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表示 经济表示虽然维持稳定 但是因为中美贸易战仍然存在不少变故 日本两年来首见第一季经济萎缩 日本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由于消费指数疲软 日本今年第一季经济萎缩 为两年来首见 日本内阁府表示 日本今年前3月经济较上一季萎缩0.2% 2017年年底则是成长0.1% 民间消费在去年第四季微幅成长0.2% 后持平 民间住宅投资在今年第一季下滑2.1% 日新证券公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完山益政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1月与2月的大雪 以及新鲜输国价格上涨 导致可支配收入减少 民间消费依旧疲软 同时强调 除非薪资成长步调明显加速 否则消费者将持续勒紧荷包 维护伊朗和协议 维护伊朗和协议 欧盟制定9点经济计划 与伊朗和协议相关的欧盟国家 今天在高峰会上 对于美国退出进行协商 英国首相梅伊 德国总理梅克尔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将在峰会上重新对伊朗和协议 进行评估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格里尼表示 欧洲多位专家将于接下来的几周 针对9项关键协议 提出具体建议 包括确保伊朗可以继续出售 原油和天然气产品 并且可以出入国际金融管道 但美国也在这场会议开始前 祭出更多制裁 美国财务部公布新的制裁对象 包含伊朗央行总裁萨伊夫 和设在伊拉克的国家伊斯兰银行 美国指控这家银行 帮伊朗革命卫队 搬运数以百万计的美元 未来对国际油价的冲击 还有待观察 脸书挽救形象 发布报告缺招批数据不足 社群网站脸书 长期被诟病冲斥仇恨言论 今年又爆出泄漏用户各资丑闻 未挽救形象 脸书投入更多资源审查内容 今天公布第一季删除的贴文量 却缺乏往年数据以公比较 脸书今天首度公布删除内容的数量和种类 今年首季删除8亿6,580万则贴文 绝大部分是垃圾文章与裸露 影像暴力 仇恨言论和恐怖主义相关的文章 仅占少数 但同时遭到批评 指出脸书公布的数据很有限 例如移除含暴力影像和仇恨言论的文章範例 脸书便不愿提供 脸书宣称 今年首季删除的贴文量超越去年第四季 但脸书却不提供往年的详细数据 使外界难以评估脸书加强审查内容的进展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爱奇艺日前传出将以2亿美金收购百度公司旗下的糯米饮业 消息传出爱奇艺的股价飞涨 到15日为止 爱奇艺过去一周的股价涨幅高达33.93% 总市值达到155.64亿美元 中国证券日报爆料 爱奇艺这次收购百度糯米饮业的范围仅限电影产业 但是收购还没有完全定案 双方还在商讨一些细节 也有可能最终宣布内部业务调整 仍以部门合作的模式进行 百度糯米的知情人士表示 百度糯米旗下不只有饮业与票物平台 还包含餐饮娱乐婚庆园艺不动产等业务 爱奇艺需要的是百度糯米的票物 饮业部分的线下业务 没有必要将其他部门一起收购 对于收购传闻 爱奇艺仅表示 目前与百度电影票业务有流量和技术层面的合作 未来会大力发展影票业务 并没有提及收购 爱奇艺与百度糯米饮业 都是中国大陆网路龙头百度旗下的影音平台 百度糯米饮业在去年底传出求售 开价10亿人民币 据传爱奇艺当时报价6亿 接盘的可能性较大 但交易人在谈判 如今看来 双方的谈判可能有了结果 其实许多网路公司都在发展网路电影产业 但是目前看来都不太乐观 阿里影业 迅腾影业等规模较大的公司 两年来都在持续亏损 小米影业 糯米影业等小公司也很难在市场生存 去年 百度糯米影业在市场片单上交白券 几乎失去存在感 产业人士认为 同样身为百度的旗下产业 糯米电影的票务平台市场份额已经很少 如果与爱奇艺合作 将有利于共同发展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 整理报道 三星目前正合多家中国智慧型手机厂商协商行动处理器的供应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 中芯通讯也在这些厂商里 市场认为 倘若三星与中芯达成协议 将对高通带来不小的冲击 据报道指出目前三星的高阶行动处理器 只供应给中国手机厂商 魅族科技使用 三星为了避免记忆体在景气翻转下 对营运造成冲击 计划透过记忆体市场开始扩大经营行动处理器的业务 由于美国宪政在解决中芯通讯采购禁令问题 一旦美国解除禁令后 将让中芯通讯达到供应商多氧化的目标 而三星也可以借由与中芯的合作 增加产品的销量与市场 这也会对竞争对手高通带来巨大的压力 三星发出声明表示 目前并不确定会与中芯达成该项协议 三星将完全平等地与所有供应商进行谈判 并不会只针对中芯通讯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康伟 整理报道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近日爆出多起事件 包括了高层出走 公司内部重组 并且计划暂时关闭加州工厂六天 以解决生产线瓶颈的问题 但亿万富翁索罗斯看好特斯拉 并且已购入特斯拉的可换股债券 据报道指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 有一万富翁索罗斯创立并担任主席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 在今年第一季就购入了特斯拉公司 三千五百万美金的可换股债券 显示索罗斯非常支持特斯拉 特斯拉近日不仅遭遇生产状况不佳 自动驾驶系统还接连发生死亡意外 马斯克日前向员工宣布 正重组特斯拉的组织当中 华尔街电人新闻记者 吴康伟整理报道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中显示 今年中国所持美国公债增加了110亿美元 总规模增值1.19兆美元 创下了新高点 这也表示在贸易战阴影之下 中国不仅站稳美国最大海外债主的地位 增持规模也超越目前创下的增幅记录 报告显示 日本在三月份出售了160亿美元的美债 其报售的额度呢 更是居各国之冠 让日本持有美债总额降至1.044兆美元 为历史最低水平 2017年中国累计增持美债规模达到1265亿美元 创下最大增幅 但由于今年年初美债价格重挫 并且川普政府贸易战威胁上升 外传中国可能会拒买美债 甚至是抛售美债作为报复 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停止购买美债 反而购买更多 并且持有美债总额更崇尚的新高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康伟 真理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停止核弹试射 两韩峰会缔造和平荣景 停止一切敌对行为 朝鲜关闭核试验场 这些政治局势上扬 对人民利益多 无形中也影响中国临近朝鲜的边境城市 辽宁省丹东 房价涨不停 大家都想分杯羹 都来这里制产 丹东房价4月起明显上涨 部分区域的房价甚至已经翻倍 连浙江炒房团也来到丹东买房 金正恩先前到中国密房 必经之路也是丹东 丹东市房地产高人气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的数据显示 4月丹东房地产市场依旧动能充沛 房屋销售高达29万平方公尺 也因为房地产需求大幅升温 建设公司一口气将丹东新区 部分新住宅区的房价调高50%以上 新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枢纽 丹东与北京的距离840公里 与平壤紧离160公里 无论合法或非法 两国贸易活动大多经过丹东 多数买家都是来炒房的投机客 这也是新区房价大幅攀升的根源 不过为了降温房价 丹东市政府要出手管管 市政府14日公布房市政策 非本地户籍者 在丹东新区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 两年之后才可以上市交易 另外不是在丹东市缴交住房公积金的人 如果要申请公积金优惠房贷 投期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五成 就是要线索外地人来丹东买房制产 金正恩拥抱和平 间接带来只有240万人口的丹东市崛起 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 华尔街电视新闻徐伟林整理报道 美国电动车厂特斯拉的高阶主管 最近不是休假就是跳槽 执行长埃隆马斯克表示 他最近在对特斯拉的管理阶层进行改组 但外界认为马斯克是在自圆其说 粉饰公司高层动荡的状况 马斯克发给员工一封电子邮件 说他最近对公司进行彻底的改组 目的就是要让企业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发出这封邮件之前 就有消息传出 特斯拉资深副总裁兼首席工程师菲尔德 已经离开工作岗位 但现在正是Model 3疯狂赶公骑 首席工程师却不在岗位上 令人费解 对此马斯克对外说明 菲尔德正在休息放松一阵子 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但却没有说菲尔德何时会回来 或者会不会担任同样的工作 即使在菲尔德离开之前 马斯克就已经接受了他的生产工作 要亲自解决特斯拉Model 3的种种问题 力求让集团摆脱他所说的生产地域 但是马斯克在量产汽车方面经验不足 加剧了Model 3增产问题 反而加了更多的工序 以致生产率严重不足 特斯拉的高阶主管共有5人 今年初菲尔德告假离开工作岗位 另一位高阶主管全球销售和服务 乔恩·麦克尼尔已经在2月离职 专门负责联系监管器官的技术联络人 麦修斯瓦尔也被证实已经离开特斯拉 跳槽到竞争对手威眉 为近期特斯拉高阶主管离职潮再添一人 特斯拉近几个月风波不断 旗下Model X在加州发生死亡车祸 评价新车Model 3量产进度落后 这时候马斯克手下大将又纷纷休假跳槽 引发外界质疑 截至4月底 卖空者已经卖出价值12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使他成为空头仓位最多的股票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公开的推特上表示 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 帮助中芯迅速恢复业务 根据外媒报道 中芯通讯将在这两到三周内恢复营运 川普在推文中写道 美国当局正在努力 让中芯7.5万名员工不必为失业烦恼 而美国商务部也证实 已经接获总统指示 协助中芯恢复营运 根据华南早报报道 美国投资银行主管分析 美国后续对中芯所采取的策略 很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状况为美国商务部 可能暂时取消出口禁令 后续仍将对中芯做更进一步的调查和谈判 第二种状况则是美国商务部认定 中芯通讯的行为是无心之过 而全面解除限制令 美国投资银行主管进一步表示 如果是第一种状况 中芯将在两到三周内恢复营运 并且边营运边接受调查 但如果是第二种状况 则会让中芯通讯在接下来将面临 比以往境外交易时更加严格的审查流程 不过有部分人士质疑 中芯通讯违反承诺在先 川普若释放过中芯 等于美国首开恶利 会引起国际踏伐 不过美国商务部强调 中芯确实有不当行为 目前商务部正在寻求其他替代方案 处理中芯违反美国制裁法的行为 华尔街电视新闻段友如整理报导 欢迎收看娱乐星星报 美剧靠什么走红 绝命毒师 纸牌屋 广告狂人 这些热播剧在全球各地都有大批粉丝 为什么美剧能够这样成功呢 请看德国之声的报道 带您探索神剧的成功法则 以前流行这么一种说法 让我认识一下你的朋友 我就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时代变了 最晚从2014年 Netflix在德国掀起一阵追剧浪潮后 说法改成了 让我看看你追什么剧 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尤其是付费美剧 特别是HBO的制作 给电视剧带来改变 也给德国电视剧的表现手法 带来了长远的影响 观众的选择从未如此之多 故事的类型也前所未有的多变化 然而 把美国称为电视剧的先曲者 这种说法仅对了一半 电视连续剧确实起源在美国 最初 美国的收音机广播节目中 兴起广播剧 电视在美国出现的时候 就把这种广播剧 移到电视屏幕上 当时播放的主要是以家庭 探险 西部牛仔为主题的连续剧 当时的这种剧集 每一集都是完整的故事 80年开始 流行我们现在熟悉的电视连续剧 每一集结尾处都留有悬念待续 其中包括知名美剧《家族风云》 到了90年代末 美国付费台HBO 把这种电视剧推向盛行 当时该台制作了《黑道家族》 《火线中暗组》等一系列 大受欢迎的美剧 HBO也成为了行业先驱 美因斯大学电影 戏剧和文化学的摩尔教授指出 以前的电视剧故事都脱离现实 现在的电视剧人物性格多元 相互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不过这种分级的叙事方式 并不是90年代美国人的发明 科隆国际电影学院 电视叙事教授弗里德曼指出 连续叙事是一种 跨历史和跨文化现象 从古希腊河马的奥德赛 或者印度史诗剧作 《摩赫婆罗多》就开始了 美剧为什么如此受追捧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欧洲各国的电视剧质量 也蒸蒸日上 不过到目前为止 在各大电视奖项中 主要获奖者还是美国 美剧受到各国剧迷的追捧 不是没有原因的 曾在慕尼黑电影与电视大学 就读电影叙事学的 罗姆尼进行了分析 他说 每剧在拍摄的时候 一组编剧还在编剧室里写剧本 这样在播出时 如果制作方发现 某一个情节主线 尤其扣人心悬 就能让编剧有机会 对此进行实施反应 在德国一般都是 先写好剧本 然后拍最后播出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 罗姆尼表示 正是这一点 造成了巨大的质量差别 罗姆尼认为 美剧如此成功的 另一个原因是运作人 现在德剧 也逐渐的有了这个角色 美剧运作人可能是一个编剧 也可能是一个编剧团队 他们负责整部电视剧 选演员选导演 都是这个运作人说了算 有的时候运作人 自己也兼任导演 弗里德曼介绍说 如果简单的进行描述 那么电影说的是事 电视剧说的是人 这是最根本的不同 一个好的电视剧 需要性格鲜明的人物 和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 每集都要产生矛盾 罗姆尼认为 给主角要设定一个目标 也是重要的元素 比如里面的英雄人物 一定想要与心爱的人在一起 或者是要当总统什么的 人物要铺垫的让观众 能够理解此人的追求 并要引起他们的共鸣 另外也缺不了传统的反派角色 弗里德曼认为 目前的追剧热 是编剧们巨大的机会 这是成为电视编剧最好的时机 罗姆尼预测 未来会流行神话主题的连续剧 虽然目前的热播剧 都是戏剧冲突十足的大起大落 角色经历着社会道德之间的各种矛盾 许多制片和编剧都观察到了 另外的一种发展方向 很多人都说 我想再看一部积极乐观 没有那么暴力血腥的作品 只要拿起手机 就被各种我们束手无策的新闻 轰炸一番 人们有一种想要看到世界健康积极的渴求 关于美剧或者电视剧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娱乐星星报 我是柳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 你要做功课吗 我就来 呃 呀 这是我们出来的原因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世界很好玩 我是主持人德鱼 因为还记得之前我 我做一个节目上那个Tinder 它是一个交友软件 然后我就说如果有什么update 我会update你们 然后我在那个软件大概有两周了吧 所以真的是有一些新的update 我有点紧张 因为就 就有跟一个人说话 然后我有跟他说我在干什么 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出来呢 是因为我有这些问题 为什么 今天人们会上这些交友软件来交朋友 而不是就在世事生活中交朋友呢 所以他也懂我在做什么 所以 不知道 好像我骗他出来 可是我不懂我就很紧张 因为 特别说我就 oh yes 我要找一个人 我很 迫不及待要 you know 找这些答案 可是 今天就好像感觉 好像好像跟火一样 我不懂 可是就所以我们今晚就会约6点半左右在一个叫egg shop 一个鸡蛋的店吃饭 所以 呀 小紧张 我也不知道要穿什么 我就穿了一个黑的裙子 所以 嗯 希望一切都ok 所以 约会也完毕结束了 这已经是4天前的事了 我现在才来录这个视频 那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不说整个 but 就那个highlights ok so 让我来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 Jack Jack好了 我原本跟你们说我们要去那个egg shop right but in the end 我们去了一个吃中国菜的地方 因为当天是因为现在季节真的是那个从winter到spring呢 就那个樱花什么这样就我有我就生病了 所以觉得我不能再吃那些美国餐就想吃一些比较家乡的菜 所以我就发短信给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去吃一些来亚洲菜 他说好好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所以呢 当天我先到那个餐馆 所以我就找个位置给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就坐下来我就等他来嘛 所以我坐下来以后呢 我就先吃药 因为我想到哦 等等要跟他吃晚餐什么这样 可能吃药以后会感觉更好 所以我就you know 买那个 Day Day Cool Nike 我就吃那个Nike 然后你知道他们就 我一直来我堆子吃就圆 没有说圆就好像长方形这样挺大力的 然后我就跟那个waiter拿杯茶 然后我就把那个药吞了 吞了以后呢 我就感觉怎么卡在我的喉咙 就我从来从来我一直都吃这个药 第一次卡在喉咙 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两粒同时一起吃 所以就卡着了 然后他发脑心说我快到了 我就当时想可能我应该打给我朋友 我问他们应该做什么 是应该打自己肩膀还是去测洗手间 凸一下 然后 所以就坐着我就打我的心脏 打我的心吧 打打打打 可是还是应该就好 还是一样了 就好像卡在这儿 然后我就站起来呼吸 然后我就去洗手间 然后在洗手间排队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人很像他 我就 应该是他 然后就打个招呼 然后抱一抱 然后说我用洗手间一下 我没告诉我卡到了 估计他会看到这个视频 就觉得 你知道为什么当天 我会那么 awkward 因为 因为我 I choked on the pill 然后就好了 所以我就回去坐 然后我们就来hi 然后就来 然后就说话 然后就来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他是一个credit risk analysis 我也会抱太多他的生活 因为要保护他 他是一个挺nice的人 他理解我正在做这个故事 可是我们就有聊生活 然后到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会用tinder 然后他就来 啊 你问我这个问题是因为 你要做功课吗 我就来 嗯 呀 这是我出来的原因啊 可是他很好 他就会回答我的疑问 什么这样子 他对于这些 来到交友晚间 找男女朋友的一个理念 他觉得怎么样 他就说他觉得ok 他问我 那我呢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就说ok 可是其实我不ok 那个等等在说ok 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会用tinder呢 他就说他之前是用tinder 能够在生活上遇到女朋友 他就把tinder删掉了 能够分手了 他又回来了 就前几个月他就回来了 他说对这些交友软件呢 对男生跟女生来说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是一个numbers game 是一个什么说 数字的游戏 so what do you mean like 这是什么意思 他就说所以呢 男生呢 他们倒多是会一直 就是swipe right 意思是他们就是 要这个女生 因为在tinder 你swipe right 你要这个人 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你想要跟他说话 所以他说呢 男生呢 可能就是十次 他们会swipe right 八次 可是女生呢 就是十次 可爱 他们再swipe 可能swipe三次 可是男生就是十次 可能swipe十次 因为他们觉得 就他们swipe八次 至少他们会中 来中马票 的那个几率会较高 可是呢 他有告诉我 他有告诉我 就算他们男生 用tinder 他们 是一个 数字的游戏 他们一直swipe 一直swipe right 一直要每个人 tinder 好像 不会每个都给他们match 因为tinder 他们花钱去买那些 之前跟他们说过 tinder plus 才是tinder premium 所以就要付多一点钱 你才能遇到the one 所以 总结来说 我觉得那个整个 约会是 不错啊 就you know 要理解 对方 然后过后 可是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 我还是不能接受耶 我觉得我能接受做朋友 可是我不能 去 一个软件 找男朋友 还是找老公 要找一个结婚对象 因为我觉得 可能你一开始 你一上去的目的呢 就是要 我不懂耶 可能我有点敏感吧 有些人 是要上去找炮友 所以我觉得 我怕 上去找到的人呢 他跟我的目的不一样 可能我是要找老公 他是要找个炮友 还是我要做朋友 他要 找个男女朋友 我身边朋友跟我说 他们都会 在这些软件上 找男女朋友 然后在一起 一段时间后呢 到后来 会分手 分手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说 女的就会说 那为什么当初 你会上这些软件 来找女朋友呢 所以就是一个很 很好笑 可是 你上这家软件 你就要找男朋友 那男生 上这家软件 也是要找女朋友 那为什么你们在一起 好好的以后 分手原因是因为 上来这个软件 就是要找男女朋友 你明白吗 我不懂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 可能这家软件 works for this person a doesn't work for person b works for me doesn't work for my friend 整个这个晚餐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就他很耐心 我就当初 是认识一个朋友 然后 到后来 就我们来 才出来一个小时 我就真的 我真的要来 可是我真的想睡觉 我说我不能 我一定要回家 他就说 我们再走一走吗 可是我真的不能来 可能下次咯 所以 然后就 拜拜 就回家了 所以 整个experience It's ok 我觉得我 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下一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 或者电视哦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视频 别忘了分享给你朋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爸 可以来一辆吗 还是老板 我会努力一点 不像之前一样 就好像四番形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 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世界很好玩 我是主持人得宜 今天我们来到了 纽约国际车展 要是你是一个女人 但你不想开那些 boring还是斯文的汽车 你想来点比较酷的车 我今天为你带来了 三台SUV 第一台就是 Toyota RAV4 第二台就是我身后的 Jib Rubicon 第三台就是 Mercedes G63 那他们这三台呢 都有他们的特殊 比如说 Toyota RAV4 是比较诚实的SUV 然后这个 Jib Rubicon 就是可以带着你的女性朋友 周末去 Wilderness 就上一上玩玩玩 Mercedes G63呢 是比较 Luxurious的 可是我们都会关注 他们的一些点 比如说他们的安全措施 他们的价格 和他们的外表 走吧 我们去比比 那我们第一站也就是 Jib Rubicon 跟我一起来吧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 车身的灵活性 特别是当车辆 配备了分离式的防轻感 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 得到路面的回馈感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会一直爬升 所有四个车轮 将会处于不同的高度 和水平点 引擎盖下 配备了3.6VC Pandastar 发动机 285匹马力 和260米的扭矩 它也使用了8速变速箱 我们现在正在爬楼梯 离地高度为10.8英寸 它还使用了四轮驱动系统 车身下面有钢制防滑板 以帮助保护底盘 特别是我们越过岩石路面的时候 可以保证良好的操控性 在这儿我们要通过 30度的倾斜度的车斜波 显示Rubicon的稳定性 它配备了加热座椅和加热方向盘 同时还可以链接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爬上一座18英尺高的山丘 它将使用下山控制 帮助我们顺利下山 这时它会让车辆自己接管刹车 这些人会是秘的 美丽有男性 这些人压正硬 亦都比较这些车达的车达 是设定了 一种妇的车达 最終最終的一件衣服的衣服 所以怎麼可以不喜歡那一件衣服的 你想要改變 anything pink, purple, blue, yellow whatever your favorite color is 你可以改變 it from interior to exterior of the vehicle 然後如果他們想要去旅行 他們想要去山洋或河河 他們都會有架子 所以他們有架子保護車 所以你不把車子保持住 有架子 有架子有架子 有架子有架子 有架子 有你的電視機切斷 Dale modeling, 就能用機器點現在在這系列 使用網絡,很簡單 讓大家足夷放上來 現在用手法的電視機 按一下折口的按鈕 如果是你比較好享受, 我們可以帶走的門開 浴室,浴室 任何個介紹的地方 好啦 刚刚说了Jib 我再为你们选的第二辆 就是Toyota RAV4 那其实你们知道SUV是代表什么 SUV就是Sports Utility Vehicle 那也是中文叫做运动车或者越野车 那这款的车呢 你不只可以在城市里使用 你也可以周末想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去沙漠 去山山的地方 你也可以使用 还记得在1994年 他们Toyota出了第一款RAV4 那24年以后 这是他们第四代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 TNGA platform 所以它给予我们更多车车 更多座椅,更多座椅。 我們也設置了新的TNGA引擎。 2.5L gas引擎, 2.5L hybrid powertrain 實際上提供更加速度 更加速度, 更加快速度。 這就是我們設置在我們的 XSE Sporty Grade。 所以,女性軟體驗, 對於女性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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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對方的選擇。 為什麼是這一點? 因為它其實最適合的車輪。 女性軟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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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很正確的車輪。 它很正確的車輪, 因為它給你一個性格的擴充。 它給你一個性格的擴充。 它給你一個座椅子大約, 讓孩子充足, 如果你有孩子。 它是很容易停車。 所以它是一種好混亂的 運動車的旅行 好營運動機 和遊樂在旅行 有趣在旅行 女性的風格 男性的風格 女性的風格 女性的舒適 女性的健康 可以告訴我們 安全性的功能 和舒適的風格 我們有三種味道 我們有一個 一種我們稱為《Adventure Grade》 很硬的 它看起來像一個 一種旅行的風格 然後我們有一個 旅行的風格 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它們會提供到 限度的風格 這就是在紅色 然後我們有一個 很穩定性的風格 我們稱為《SE》 和《XSE》 它們有了 它們有了 它們的風格 有了 一種旅行 女性愛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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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環境的環境 你會想要 XSE 在安全性 在安全性 Toyota 它們有了 我們是唯一 唯一製造 安全性 在每個車 我們有 新的 RAV4 是沒有 我們有第二次 系統 Toyota Safety Sense 在這個車 它們有 安全性 駕駛 所以 它們看到 車子 停在前面 它們沒有看到 它們會讓你 停在車 它們也認識 駕駛 最新的年代 車子 也認識 駕駛 車子 所以我們 保持安全性 技術 每個年代 新的 RAV 有最新的 Toyota 知道怎麼製造 第三輛 也就是我們 要為你介紹的 最後一輛 也就是 Mercedes G63 簡直是 太漂亮了 想哭 可是說實話 就比如說 像你買Honda 比如說 Toyota 就比較舒服 但如果你買奔馳寶馬 就比較豪華的感覺 那它們這個是 2019年 今年還不會發布 明年才會發布 那Compare to 它們18年呢 它們Dimension 就是它們整輛車 就比較 跨大了 它們也有說 比如說它這個條線 它的curve 就比較 軟 不像之前一樣 就好像四番形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 一起來看看吧 新的Mercedes-Benz G級的主要改進 在於重新定義 駕駛操縱體驗 不論是越野還是通勤 在新G級上 它們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 它越野性 已經變得更加的優秀 它們配備了全新開發的 AMG Ride Control 懸架 還有AMG 傳用變速器模式 以及視野寬廣的駕駛艙 配以全新內飾 Mouser 可以帶一輛回家嗎 整個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我來關門它的聲音就是 嘖 哇 AMG 4.0升 V8雙渦輪增壓發動機 取代了之前的 G63mm 5.0升 V8雙渦輪增壓發動機 新發動機的動力 達到585匹馬力 最大扭矩為850mm 它可以在4.5秒內完成 0-62mph每小時的直線加速 這種動態性能 可以通過AMG駕駛套裝 達到最高時速 136mph 或者 149mph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後尾箱 就像開個保險櫃一樣 你們要進來看看 開發人員通過專用的應用程序設法 減少了九檔變速器的換檔和響應時間 寬的穿動比不僅實在低發動機 轉速時駕駛更安靜 更舒服 同時也有助於降低油耗 G級配備的座椅標準配備了眾多功能 並且符合人體工程學設計 因此提供了更高的乘坐舒適度 其特點包括駕駛座的記憶功能 前後座椅加熱以及前部豪華頭枕 除了特殊多房型座椅之外 還包括各種按摩功能 分區氣溫控制座椅和快速座椅加熱等功能 通常你開車門啊 這樣一拉開車門就開對不對 可是這個不一樣喔 你要按這個button 就開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後座 我覺得就 但是他的後邊的空間也沒那麼大 可是不嫌棄的話還OK 那女性朋友們我們衡量了這三台車以後 你會選擇哪一輛呢 可以在底下留個言 要是你喜歡這樣的視頻 可以訂閱我們的平台 來Twitter follow我 那現在我先把我的車看回去囉 掰掰 歡迎各位觀眾訂閱華爾街電視頻道 也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黃仁傑 我們再會 也好記錄 記得 然後我們再換 bit 我們再談